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西列兹尼科夫表示 乌克兰预计本月俄罗斯可能发动大规模攻势 但基辅拥有阻止莫斯科军队的储备 尽管并非所有西方最新的军事物资都能及时到达 他告诉记者 出于象征性原因 俄罗斯可能会在特别军事行动进行一周年前后 于二月发动新的攻击 但从军事角度来看 莫斯科的资源还未准备好 乌克兰表示 不会用新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 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表示 乌克兰不会使用美国承诺的射程更远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领土 只会瞄准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内的俄罗斯部队 列兹尼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我们一直正式通知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不会使用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的武器 向俄罗斯领土开火 我们只向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的俄罗斯部队开火 在他发表上述评论之前 美国证实了一项超过2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计划中 包括一枚可以使乌克兰的打击范围扩大一倍的新型火箭 以帮助基辅反击俄军 虽然美国拒绝了基辅提出的300公里射程导弹的要求 但他同意提供地面发射型小直径炸弹 射程为150公里 小直径炸弹的射程可以让乌克兰击中 以前无法触及的目标 并帮助他继续通过在其后方进一步扰乱俄罗斯来施压反击 乌克兰军人前往接受欧洲制造的系统的培训 基辅独立报援引空军指挥官尼古拉奥列休克的话表示 乌克兰空军成员已经前往接受防空系统的训练 他补充道 培训预计将在春季结束 这一消息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完成联合交付防空系统的技术谈判后发布的 该防空系统旨在增强乌克兰的空中力量 以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导弹和飞机袭击 该系统可以跟踪数十个目标 并以此拦截十个目标 它是唯一可以拦截弹道导弹的欧洲制造的系统 在哪里 不是 态度 在哪里 可以选择 同检 其中选择 太途 最宽传 游戏 都是